原标题,美迅速反击 在逮捕一额间谍资料图,邦罗惠兰美俄苏之间的间谍暗战,曾在冷战时期达到顶峰。 苏联解体后,双方间谍活动的规模大幅下降,但近年来,又有越演越烈的趋势。 在全世界准备辞旧迎新的时候,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于2018年12月31日宣布,该局3000前在莫斯科抓获一名美国间谍。 这位间谍就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保罗惠兰,他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,进行间谍活动时,被俄联邦安全局办案人员当场抓获,人赃据获。 当前,俄方已针对惠兰进行刑事调查,如果罪名成立,他将面临直到20年监禁。 有专家认为,俄罗斯抓捕惠兰,是对美国抓捕俄女公民不经历的回应。 2018年7月15日,30岁的布金纳,在华盛顿被拒押,她被指控涉嫌可谋渗透,包括全国步枪协会,NRNA在内的美国政治机构。 然而,美国又出手了,在代表伊俄间谍资料图,布金纳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5日报道,俄罗斯外交部表示,被控间谍罪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会拉在莫斯科落网后, 美国当局立即逮捕击俄罗斯公民。 上月29日,也即是贵兰被捕的次约,俄罗斯公民马卡伦科与他的妻子,年幼孩子和年迈父母一起飞到美国自由帮北马里亚那群岛。 他一到机场就被美国联邦调,查局FBI人员扣留,且被转移到佛罗里达州。 俄外交部网站5月发表的声明中说,美国当局违反双V领事公约,没有在规定的三天期限内通知有关我国公民被捕的情况。 我们要求华盛顿解释逮捕俄罗斯公民的原因,并要求彻底尊重他的权利。 俄外交部称,莫斯科使馆人员无法联系马卡伦科,并指华盛顿至今没有对逮捕马卡伦科医生,做出任何说明。 美国中莫斯科大使馆,也没有回应此事。 真是来而不忘菲尼也,现在美俄护装间谍热情和冷战时期有的一笔,恐怕后面会越演越烈。 2019年的俄美斗争,就这样以一场间谍案拉开了序幕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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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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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